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昨天初步後來調查新的結果出來 有沒有新的匡列人數還有整個PCR做完 我們匡列人數會隨著意料結果慢慢增加 但是到現在為止都還是PCR都陰性 我在想這個雖然它的足跡範圍很廣 但是我也在觀察 我們台北市已經打到六成以上 打滿兩劑的有六成以上 我想應該一定程度還是要保護作用 所以就算有感染應該它傳播速度不會爆發 所以還是呼籲市民朋友 可以的話還是趕快打疫苗 保護自己保護別人 那這兩天去做篩檢的人有幾平常大概多出多少人 數字我還在 這個這樣我們篩檢分兩種 一種是有匡列是抓來篩檢 另外一個是市民有需要自己再來篩檢 但是這個要我沒看到昨天的數字 但是我相信這樣 我們先把那個量能先打開 有需要的人就來做 那市長想再問一下 因為你昨天覺得這不可能是老鼠要導致 但是昨天指揮中心他們有以這個水標 還有其他動物來做的例子 就是說也是有可能動物產生 到現在為止 新冠肺炎大概全世界感染了2億5千多萬 這個叫科學數字這個叫我們統計的概念 如果你2億5千多萬 然後說說有三例是水標傳人 在我們以前我們 我在台大念書的時候 老師都叫我們不要先講萬億 一萬都不處理就處理萬億 就是說我們醫學還是一個統計的科學 所以理論上最可能的去思考 不要去想 你說那個有沒有可能 那個2億5千萬分之三的可 有沒有這種可能 當然有可能啊 但是你為什麼不猜那個 那個機率比較高的 市長你怎麼看現在就是 指揮中心的說法 好像就是跟大部分學者專家的說法 都不太一樣 就是不在這個份物傳人嗎 其實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這個 所以我說我們一定要建立不究責的文化 我跟你講喔 如果以我這種 醫學 做過醫學院 P3實驗室在處理新冠肺炎 那個人員的教育訓練一定要做好 這個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案子如果再早一點 如果他是做這種工作 一有證送馬上就攔住的話 我就不用整天再想說天啊 這到底我要去怎麼去畫那個 匡列的人數 這就很痛苦了 特別是還要做過捷運 市長問一下 昨天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後來 副市長去的時候 有發現到這個職場霸凌狀況 那你目前了解怎麼樣 會不會是因為職場霸凌 讓這並不外洩的狀況 而且現在又有新的PO文說 這個人當初想要做PCR 是中研院的人說已經下班了 所以還沒去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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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一樣 我現在態度是這樣 職場有沒有霸凌 那是另外一個事情 今天是我要先處理這個 公共衛生的問題 這個到底在整個台北市足跡這麼廣 到底在公共衛生上 我們要怎麼防止它的病毒擴散 這是要處理的 至於說有沒有職場霸凌 再也知道 職場霸凌也不能作為理由說 造成那個防疫的SOP破口 這才是 這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我還是呼籲說 在這個階段 不要馬上就說 誰要負責 誰要下台 我最討論這個 出事的時候 先解決問題 因為如果老是 擺出要究責的態度 第一個一定是淵媚證據 也因為淵媚證據 你知道 會造成那個公衛的破口 沒有辦法補起來 市長他想問一下 如果就是說 中研院的實驗室 他的SOP還是一些機制 確實有出問題的話 那這樣子台北市 是不是有權責可以來看 這個還沒有去想到這一個 像這種處罰的事情 不用在現在處理 先把我們 先第一步 台灣有在處理 新冠肺炎病毒的實驗室 全部要清點出來 那每個實驗室的負責人 一定要把SOP再檢視一遍 特別是那種人員的管制 還有空間的管制 要再檢查一遍 因為事實上 你不要以為 不要以為不會發生第二次 我的經驗是 常常發生一次 你知道 你不去把破洞補起來 下次還是重來一遍 市長 中央說這一波 要針對全台灣12間 有做這個新冠實驗的P3 來做查核 幫我們講一下台北市這邊 大概有多少 那我們配合查核狀況 市長今天要去視察 大概會看哪些部分 大概還是有 台北市大概八家 全台灣12家 台北都要佔八家 不過這樣 通常他們 他們獨立會寫一個報告 不過這樣 我自己是 我也算是半個專家 我自己 我自己 通常是這樣 長官要清雲前線 你知道 通常才不會布下來報告 你自己都沒有那個現場感 通常我自己看過一遍 你知道 他們再來報告我就會有現場感 我就比較有能夠比較清楚的評論